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 这个观念就是风水上 我们在看影片 或者是在网路的文章里面 你会都看到很多 然后每一个都写的非常非常的神奇 好像每一个人都有改天辟地的这一种能力 其实大家都跟我差不多而已 普通人而已 有什么改天辟地的能力 只不过每个人讲出来都好像很厉害这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 当你在看人家的影片 看人家的文章的时候 他讲的太厉害的时候 请你打个五折 先打个五折 五折起跳 还是要打三折一折 来讲风水其实每个门各派 当然他们都有他们的看法 其实风水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叫行家 第二个部分叫李家 行家就是以你看得见的环境为主 他不带罗盘 他直接以环境 你左青龙右白虎 你这边有高楼会对你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这是你眼睛看得到的 他不需要靠罗盘 你这住家的形状会对你们里面的人有什么不良的影响 李家 李家就是天天拿着罗盘 你家是做丑相位 然后今年二黑五黄飞到哪里 然后双三道相 这个就不好了 然后在讲的就是这一些东西 就是他是在讲看不见的气 李家是在讲看不见的气 他注重计算方位 找出财位催旺 行家是用看得见的东西在判断 来讲 行家比较没有什么意义 大同小异他没有什么可意义的 各门各派 其实都大同小异 都差不多差不多 比较没有任何的意义 但是李家这一块 各门各派就会打架 各门各派就会打架 很多人 三合派三元派 就会讲你那个不对 你那个又不行 在那边互相的争锋相对 但实际上各位你要知道 以我们在看勘宅的一个经验来讲的话 行家他占了所有 你的洋宅里面大概六成的力量 你李家四成 也就是说 你在那边全部在那边互相针对 你以为那个是最厉害的学术 结果他连一个居家一半的影响力都没有 所以各位 我会跟你讲就是说 你李家学个一派两派这样就好 你不要以为全部都学会 你就整个都很厉害了 最多占四成 也就是说整体的一个洋宅里面 他占不到五成的影响力 所以其实各位你要知道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在讲风水的时候 我很少跟你讲李家的东西 大部分讲行家 因为你行家先搞好 你行家搞好的一个情况下 最起码他不会犯凶 他最起码不会犯凶 你你行家搞好了 你再来李家这边加分 自然而然你的房子就有六十七十分 就住的很平安了 所以各位 不要因为看到人家每天在那边讲 什么七 官鬼 天门 这一些有的没有 讲的很多 名词解释 觉得好神奇 各位 加加减减起来 不到一半的力量 所以来讲 你把在洋宅里面 我常常讲的 你把基本的先顾好 什么叫基本的先顾好 或许你家的条件已经很差了 你在这种差的条件里面 你也把你的 家里 行家的部分 先把它调一下 我说过了 第一太极客厅 门还有外民堂 这三个部分你先把它处理好 对不对 外民堂就是你的门出去的那个空间 不要杂乱 放整洁清洁 垃圾不要放在外面 让民堂是聚气的地方 让民堂可以好好的聚气 门是外民堂接室内中间的这一个路口 你的门也一样 门要不能够怎样 破破烂烂的 门旁边不要摆水 结果 你说你要挡煞 结果水也把你的气都挡掉了 这一些要该注意的注意 室内第一太极搞好 因为第一太极是 明堂穿过门进来了以后的第一个 在里面聚气的空间 这个空间 你要让你的气场能够完整的一个旋转 然后分散到各个空间里面 假如他进来第一太极 结果第一太极乱七八糟的 一下子这边有东西 那一边又有杂物 把这个气场全部打坏掉 请问他都不完整了 他要怎么分给其他的房间 其他房间分到的就更少 所以你先把行家的部分 基本的你先把它用好 你已经住了就住了 那我们不会说 人家住了一定要搬 你也不容易搬 所以先把这一边基本的三要素 明堂 门 第一太极 这基本的先把它搞好 他们都很简单 整齐而已 清洁 就这样子而已 没有说很复杂 把他空间用大一点 我说过第一太极 你最少你人也可以躺在地板在那边转圈圈 因为气场他是180公分渐宽 也就是说比你我都还要宽 然后你自己都没办法躺在客厅里面转圈圈了 那请问气场有办法转圈圈吗 当然没办法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基本的东西 你这边基本的用好 你说你外在形象 外在形象确实没办法改 做金龙佑白虎 前租穴后学龙马 这个是你居家的适中 那个是你没办法改的 但是这几个你总有办法吧 这几个你总有办法吧 然后你把这边先处理好 你再来用李家的东西 所谓李家的东西 就是来调整 调整 所以各位 我们要先知道 行家跟李家他不一样的点 行家是一眼就看得到 这个人长得帅不帅 漂不漂亮 那是一眼就看到 他的影响力当然大 对不对 李家是这一个人的气质 这个人的气质 来讲 长得漂亮 气质不好 对不对 人家还或多或少可以接受 但是你长得丑 气质又差 跟你说 那简直 你就不要活在这世上 这个是很正常的 美女帅哥 大家都会忍受他一些性格上的缺点 但你已经不是美女 不是帅哥 性格上还有缺点 那就更加分了 你这个人不应该活在这世上 同样的道理 我们是怎样 先把李行家搞好 先把行家搞好 最起码先 怎样 长得不漂亮 用得干干净净的 看起来也顺眼嘛 对不对 用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在李家这边加点分数 穿着 这一些让他更加分 所以各位 你先把基本的行家先搞好 然后再回来李家这边去处理 那李家 他要特别注意 我不管你是用哪一派 你去把你的 财位什么 就全部规划出来 家里的摆设 全部都摆定位了以后 各位 摆完了之后 请你再用罗盘去测量一下 到底气场有没有跑掉 我们在以前 我们在以前在邦交友站 在摆位置的时候 我们摆好了 就是门这样进来 桌子 然后 客长的桌子在这里 然后会计的桌子 我大致上是这样摆 然后中间让他能够有旋转的气 结果一摆下去的时候 我就量A 奇怪 这个位置的气场怎么变掉了 应该照道而讲 都是同样的方向 可是 他这个方向就偏掉了 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 对不对 到最后 我们才知道 这个桌子 他是底地的 所以气场 够到这边就被挡掉了 所以他就没办法 所以我们就把A A的桌子 跟后面这一张B的桌子对掉 因为B的桌子是下面是镂空的 我们就把他对掉 一对掉的一个情况下 再重新量的时候 A气场就回来了 这样子就ok了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你摆设的物品在上面 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气场的流通 所以很多人他就自认为他的这一套血理 摆上去天下无敌 结果他没有再去看一下他的气场到底有没有偏移 到最后 反而你说要吹 吹彩 吹不出来 吹一大堆猴形 脑子而已 那就怎样 越吹越糟糕 越吹越糟糕 所以有的时候 你不要太相信你的一个学术 而是你的学术用好了以后 你再来测量他的气场 有没有跑掉 既然是李家 当然很重视方位 怎么可能说你调整完了 ok 我都不去做个那个验证 看一下气场有没有跑掉 对不对 说不定你摆完气场都跑掉了 整个完全不一样 你这样你摆那个 反而不是什么正确的摆 反而是害了人家 所以各位要了解 李家你做完这个动作后 一定还要再去检测气场 到底有没有正常 脚气场不正常 表示这个摆设是有问题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去做这一项的动作 这个验证的动作 所以各位要先知道 行家重要 行家你先把这三要点 先把它先处理掉 先处理好 先不要管外在环境 那个你没办法管 因为不好的事就在那里 不然你要把它炸掉吗 那是人家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不太可能 所以你先从行家这三个 我可以管的东西先下手 下手完以后 或许长得不漂亮 但是先把自己怎样 用得干干净净的 再来李家帮忙加分 穿漂亮的衣服 带一个帅气的眼镜 就算不漂亮 对不对 爷妈的 怎样 也就是也成为丑女变成一般美女 够了 够了 也可以吸引到别人 所以各位同样的道理 房子也是一样 就算不漂亮 这些把它用好以后 再来帮自己加分 各位 而不是只重视这一个 结果你基本的完全不管他 那是倒果为因 那是本末倒置的 也就是说 一个丑女 他只穿着漂亮的衣服 结果整个形象拉里拉遢 漂亮的衣服在他身上 你只会觉得恶心两个字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 还是先回归到本职 再来加分 而不是在加分上这边靠精心设计 结果本职根本就不理他 这样就错了 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